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74集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 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砖列 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 气势磅礴的火车头 喷出一团白雾 淹没了少平 淹没 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 时时都会感到 被生活的狂淘巨浪所淹没 你会被淹没吗 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 不 你仍应该挣扎着前行 你对这件事本来就忧心忡忡 并且早已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 那么 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 有什么不好 你仍然应该是你 你说呢 少平伤感地问自己 是这样 他悲壮地回答自己 孙少平没有想到 他一直坠坠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了 而且来得这么快 既然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 也许的确越早越好 可是 他的思路从这方面走入极端以后 又不由回过头来 掂量小霞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 是啊 小霞还说 他在爱他 想念他 也许这话依然是真诚的 应该相信他吗 少平立刻冷笑了一声 这冷笑不是对小霞 而是对自己 你 一个涛探小子 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 别再做梦了 你这可笑的家伙 当然 你 也是可怜的 少平有点哽咽地对自己说 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 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 满天红霞变为沉沉暮云 如同火焰熄灭后 剩下了一堆灰烬 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 怀着痛苦的失落感 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 向矿区走去 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 不久就该下井了 他一边走 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 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 他过了冷清清的小火车站 不由从旁边拐上山坡 向师父王世财家走去 现在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 才能给他一些抚慰 真的 走进师父家 就像回到了自己家 少平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 惠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 一边麻利地为他斟酒端菜 明明拉着他的手 竟然给他讲起了故事 师父催促让他趁热吃菜 多喝一点酒 少平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 只喝得头晕晕乎乎 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 晚上 他和师父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 准时来到井下 多大的痛苦 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 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 这一个晚班 孙少平几乎发疯似的干活 为了心中的痛苦 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 他借着酒劲 百斤重的钢梁铁柱 在手中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 喝梅的时候 他把上衣也脱光 撂在了回风巷中 铁锹雨点般在梅堆中起落 在他旁边不远处 安锁子背对着他 身上一条线不挂 撅着光屁股 一边豁梅 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 他就是不骂人 也要骂骂梅溜子或铁锹什么的 孙少平突然在一片纷乱中 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 几乎像闪电一般 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 在他还来不及发出那声惊叫的时候 就见从老坑里窜出一条黑影 把那根长毛式的钢梁 拼命往自己那边一搬 紧接着便传来一声悲惨的喊叫 这分明是师父的声音 少平丢下铁锹 几步就奔到了他身边 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了 有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 让鸡头那边停下了溜子 代班的副区长雷汉义 也从鸡头那边跑过来 那根钢梁 无情地从王世财的肚子里戳进去 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 他死了 少平把师父抱在怀里 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 这是矿工的血 血渗进煤中 血成为黑色 这染血的煤将变为熊熊炉火 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 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雷汉义双膝跪下 用自己的嘴 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 做人工呼吸 虽然毫无指望 但矿工们一个接一个 对着王世财的嘴 希望用自己的气息 让班长复活 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 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 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 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 黑暗中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知什么地方 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 发出啪啪的声响 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把师傅背起来 离开掌子面 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 沉寂地爬出了回风行 下脚车泼了 安锁子和其他人 分别捉着师傅的胳膊腿 生怕被岩壁碰磕着 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 在封门口 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财 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 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 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 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 是的 生产不能停 这就是煤矿 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 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 雷汉义对安锁子说 你他妈的吊着锥子怎上去 这时 大家和安锁子本人都才发现 他连裤子也没穿 还光着屁股 当师傅的尸体 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 他刚刚躺过血的掌子面上 煤柳子又隆隆着转动了 对于煤矿来说 死人是常有的事 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 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 有半点停顿 当医院后边的山坡上 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 大崖湾的一切 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 煤柳子滚滚不息地转动 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 夜晚 一片片灯火 照样灿若兴汗 王世财 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 不久 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 这个普通人的名字 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只是他近二十年间的劳动 所创造的财富 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 无形地存在 他挖出的煤 所变成的力量 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 我们承认 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可人类生活的大厦 从本质上说 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 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伪人们常常企图 用纪念碑或纪念堂 来使自己永世流芳 真正万古长青的 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 也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 是的 生活之术常青 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平凡世界的死者 所能够做的纪文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 对世界来说 的确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可是 对大崖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院落来说 这似乎就是世界的末日 我们知道 这里曾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 现在 妻子失去了丈夫 儿子没有了父亲 他们的太阳 永远陨落了 几天来 不幸的慧英一直在床上躺着 直到现在 她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 她披头散发 两只眼睛像风遮了那般红肿 即使风摇动一下门环 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 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 面对空荡荡的远落 她只能扶在门框上大哭一场 可怜的冥冥抱着她的腿 跟她一起嚎哭 慧英自己水米难言 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 饭桌上 她像往日一样 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她摆好 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 但她又相信 丈夫一定会像过去那样 挪着腰从门里走进来 坐在这张饭桌前 抚摸着明明的头 笑眯眯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但是 她永远不再回来 慧英躺在床上 欺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眼前尽是一片黑暗 梦境中 她感觉她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 醒着时 耳朵在固执地地听着外面院子里的动静 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 这一天 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她破门而出 走进这小院的 是孙少平 几天来 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悲伤 小霞的来信和师父的去世 使她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 她先顾不得在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 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 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 也就是她自己的灾难 没有任何考虑 她就自动地 自然地 对这不幸的家庭 负起了责任 孙平知道 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 师父死得太突然 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 如果是在疾病中 慢慢被折磨而死 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陷入痛苦 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 那痛苦就格外深重 少平无法用言语来安慰嫂子和明明 言语起不了什么作用 她来到这个绸云笼罩的家庭 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 她干活 并且尽量弄出声响 使着死气沉沉的院落 有一点活人的气息 使着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 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 她干活 也使她自己冰冷的心 恢复一点热力 她知道 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 慢慢消磨掉 劳动 在这样的时候 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 而且是自身的需要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比得上劳动 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 少平对此 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现在 少平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 第一件事 首先是做饭 她笨手笨脚忙里忙出 做好饭让明明吃 并把饭满双手端到嫂子床前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她就到院子里去劈柴 打探 捕垒残破的院墙 随后 她又单起筒 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去挑水 在这些日子里 少平再也没心思去动一下课本 她一上地面 就匆忙地赶到这院落 默默地干起了活 除此之外 她不知道该怎样使惠英嫂 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 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 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 她在山里给明明歹骂着 拔野花 千方百计 使孩子快乐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杨晨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下渡 赞 低pre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